我错了我有罪不啰嗦直接开始 紧接上一集就在巴德开枪自杀的当天早上 妻子小美敲响了公寓的门 包里的钥匙不翼而飞 加上昨晚的谈话让她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急切的敲门声中门被打开 预想中的事果然发生了 巴德今生恍惚 太阳穴附近有弹壳打进了皮肤 不过很奇怪 不知道是谁将巴德枪中的子弹换成了空包弹 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 即便炸弹就在眼前 他也能面不改色 但是面对眼前的孩子却哭成了泪人 在今早他差点成了一个懦夫 一个不敢面对只想一了百了的懦夫 不过既然老天不让他死 巴德想通了 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一连串的幕后阴谋 现在所有的线索总计会成四个问题 第一高级顾问小胡子 箱子里究竟有没有炸弹 是不是他所引爆 这些来历不明的炸弹 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 第二给朱利亚黑料的那个人 军情五出的猕猴桃 他和刺杀朱利亚有没有关系 第三桑顿广场的刺杀案 是谁泄露了朱利亚的行程 能让凶手巴脸得以在他必经之地埋伏 朱利亚的行程只有警方知道 警局内必有内奸 最后悄悄潜入公寓 换走枪里的子弹 以至巴德没有自杀成功 这人到底有何目的 警方很快查出了第一个问题 根据炸弹的破坏模式和冲击波的范围来看 朱利亚演讲时的爆炸 不是由公文箱引起 而是事先就预埋在了讲台附近 是用压力引爆 当朱利亚站上讲台 讲台的重量增加 炸弹就会引爆 这也是为什么小胡子要进后台的原因 当时朱利亚未能激活压力传感器 需要一个人来增加重量 而叫小胡子上台的人 是另一个顾问二毛 巴德迅速找到了他 以武力威胁他交代清楚 二毛也只是听从命令 那个箱子里装的 是一些包含错误信息的演讲稿 想让朱利亚的演讲出丑 让他不能成功继选 他们这种政客的下三滥手段 虽然卑鄙 但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去安装炸弹谋杀内政大臣 但当事情查到弥后桃这边 就变得很蹊跷了 这个军情五处的特工 把黑材料给朱利亚的那天 酒店里监控完全被抹除 而且朱利亚演讲的那所大学 里面的监控 也被抹除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记录 凶手肯定钻了这个空子 来预买炸弹 但是军情五处一直和朱利亚合作 他们并没有杀朱利亚的动机 不仅如此 随着事情调查下去 伦敦警局局长突然将巴德停职 理由是他曾经自杀 精神状态不适合继续认职 这一切越来越诡异 多方势力纠缠 根本搞不清头绪 就在巴德苦思迷想的时候 之前被开除的小蜜突然偶遇了他 留了电话之后说有机会喝一杯 这个巧合引起了巴德的警惕 悄悄拍了张照片 之后在警局一查 这个小蜜身边的人叫火龙果 表面是个电影解说 实际上是国内大型犯罪组织的高层 前一阵还去过三亚 似乎有某种大动作 而他通过贿赂 在警局里收买了很多保护伞 事到如今 巴德总算弄清楚了 朱利亚的调查权法案 不仅要增加反恐方面的监控 而且还要加强对国内的监管 只要这个法案通过 那么对于火龙果的恶势力 将会造成巨大打击 而他安插在警局的内鬼 泄露出朱利亚的行程 继而给巴连提供武器 巴连本来就对这些政客心怀不满 所以一拍即合制造了广场刺杀案 当广场刺杀计划失败之后 又策划了大学爆炸案 置朱利亚于死地 但是 这又引申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火龙果让小蜜突然联系自己 第二 猕猴桃后面的军情武处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第三 这个警局内鬼究竟是谁 巴德猜想 军情武处十有八九 就是为了那份黑料 这份黑料非同小可 大领导一定会下令让它消失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这份黑料还是要自己保管 巴德悄悄地潜入朱利亚公寓 当初他曾经说过 那张照片后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自杀未遂的那一天 巴德就暗自发誓 不管这背后究竟牵扯到多大的势力 一定要将他们全都揪出来 如今黑料在手 军情武处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剩下的就要弄清楚 火龙果是否真如推测那般 是自杀朱利亚的元凶 将黑材料藏好 巴德约见了小蜜 几句客套之后正准备问证事 火龙果就献身而出 随即几名彪形大汉 将巴德控制住带走 与此同时 在警局内的熊大熊二 已经查出了巴脸的真实身份 他也是一名退立老兵 和巴德服役于同一个部队 并且巴德当晚潜入朱利亚的房间 被监控录下 这一下就将巴德推到了风口浪尖 本来他在警方的眼里 就有同谋刺杀朱利亚的嫌疑 如今瞒着这么多信息不上报 肯定有鬼 警方迅速出动 要将巴德带回来审问 一股眩晕感刚刚过去 在地下室的巴德睁开了眼 刚一坐起身 肾上腱就飙到了点点 腰间缠满了炸弹 而自己左手大拇指 被粘在一个引爆器上 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 火龙果才是幕后元凶 而且他找自己的目的 就是要找一个替罪羊 身披破布 满脸是血 巴德立马拦住了一名路人 借用他手机打通报警电话 请求支援 警方收到消息 很快便做出了部署 大批的警车 连同全副武装的特警 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这不对劲 自己只是叫了个普通援助 怎么会有这么大阵仗 身上绑满了炸弹 如今的巴德百口莫变 在看到车内妻子小美的声音后 事情已经无法善了 巴德高声叫道 不要开枪随即闪声而出 目标出现 一时间整个街道的警察 将枪对准了巴德 让他举起双手投降 巴德暂时还搞不清警方的想法 只能服从 将斗篷掀开 露出了身上的炸弹 所有警察都吓了一跳 开始往后退 拉开距离 周围建筑密集 如果爆炸 将会损失惨重 特警立马喝令巴德 让他前往开阔地点 军情五处老皮 走入监控室 他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现在 所有人都将目光 对准了巴德 来到一片开阔空地 巴德前后左右都被围死 只要他敢轻举妄动 就会被当场射杀 局长吩咐熊二送去一个对讲机 想要劝他投降 巴德一个劲地解释 身上的炸弹是被人装上 自己是被陷害 之所以隐瞒巴脸是战友的信息 就是为了暗自查清楚 要不一旦被隔离审查 幕后势力大得可怕 一番暗箱操作之后 自己就会被当作替罪养 死不瞑目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身上缠满炸弹 手握引爆器 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因为身处空旷地带 老皮无法准确听到 巴德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被熊大赶到现场 事情还有一点 他也想查个水流石出 如果巴德死了 真相将永远是石沉大海 熊大告诉巴德 拆弹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 现在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巴德特意扎大音量 高声回答 我手上有一份惊天黑料 藏在公寓一楼浴室的灯上面 老皮听到这个消息迅速下令 告诉猕猴桃黑料所在地 让他赶快过去销毁 随即巴德对熊大打出一个手势 让他将对讲机换成频道4 压低声音告诉熊大 军情武术肯定在偷听 他们正赶过去 告诉你手下的人 火速去我公寓 就在门外守着 一定会抓住那个人 老皮这边预感到不妙 但是空旷地带无法听清 而正在公寓搜查的猕猴桃 翻开浴室灯的那一刻 被辣椒水喷了满脸 走出屋外的时候 继而被抓了个正着 总警司安妮赶到现场 如今猕猴桃被抓 手中握有军情无处的把柄 但仍旧无法完全洗脱巴德的嫌疑 安妮下令所有人退后 从长记忆 巴德明白 大领导那边肯定在抓紧时间运作 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只要自己一死 那份黑料就将永远消失 妻子小美听见了呼喊 奋力跑向巴德 她选择无条件相信丈夫 小美一加入 局势瞬间改变 一名英国籍公民进入爆炸范围 众目睽睽之下 警方不敢轻举妄动 巴德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顾安妮的劝告 带着妻子走向自己的公寓 警方无奈 只能下立清空街道跟着走 并且立马疏散巴德公寓的邻居 来到会议室 安妮开始探牌 现在抓住了猕猴桃 军情无处脱不了干洗 不过这次 光头却站在了老皮一边 他们隶属于大领导一派 势必要让那份黑料永远消失 安妮明白 事到如今 战队的人都现身了 图穷笔线 来到公寓前的巴德 让小美挖出藏在庭院里的黑料 告诉熊大 这份黑料能证实 军情无处参与其中 我身上穿的炸弹背心 也是重要证据 上面一定留有指纹和DNA 只要提取出来 就能找到制作炸弹的人 阻止更多的炸弹袭击 得到熊大的手痕之后 巴德让小美带着黑料先过去 然后拆弹专家遥控一台工程车 现场对他进行拆弹指导 巴德的手指一直按压引爆器 已经快要筋软 拆弹专家告诉他 先用电片将按钮压住 反复场景交代 这样解放双手出来 才能进行后面的拆弹操作 冰住了呼吸 巴德小心翼翼 第一步有惊无险地达成 之后根据专家的指示 进行第二步 用分流器将炸弹引爆的装置分流 这样就可以剪断连接线 脱下炸弹背心 接着就是最危险的第三步 剪断连接线 只有制造这个炸弹的人 才知道会不会爆 其他的一切看天赌命 巴德高声出言警告 所有人后退 缓缓地将钳子 对准了那根红色连接线 心脏剧烈跳动 仿佛要跳出胸口 长须一口气 手指轻微用力 如今只剩下警队内监没有查出 巴德已经等不及用常规手段 找到了小蜜 完全没有废话 对他说 这里是27楼 你合作会有豁免权 得到真人保护 不合作 一楼就会看到你的尸体 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火龙果 告诉他警队内监要招供 以此为耳 将他们全部引出来 小蜜吓得花容失色 老老实实照搬 火龙果得到消息 立马出动 巴德开车跟在后方 就在一栋公寓前 终于见到了 藏匿许久的警队内监 居然是伦敦警局的局长 巴德气急攻心 俯身向前抢了随从枪 指着两人 有那么一瞬间 就想直接开枪 将火龙果当场射杀 抑制住内心的那头野兽 整件事也终于尘埃落定 局长公认不讳 是他将朱利亚的行踪泄露出去 火龙果提供给巴连武器 制造了广场枪击案 而大学演讲爆炸案 也是局长泄露出 朱利亚的安保流程 火龙果得以安装炸弹 就是不能让调查权法案通过 而之所以选择巴德做表镖 就是要一个事后的替罪羊 但是泄露巴德私人信息的 却不是他 火车炸弹案和小学炸弹案 并不是火龙果所为 巴德身上那件炸弹背心被取证 上面提取出来的指纹和DNA残留 显示居然属于阿花 他才是制造炸弹的人 火车炸弹案当天 巴德为了安抚阿花的情绪 给他看过两个孩子的照片 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之后和火龙果合作 卖给他炸弹 炸死朱利亚 而火龙果会提供资金 以支持阿花组织的发展 那份今天黑料被泄露给媒体 大领导和老皮 明天就会引救辞职 巴德询问 这种等级的黑料 是谁曝光出来的 作为整个事件收益最大的警方 安妮邪媚一笑 管好你自己的事 去看心理医生吧 至此贴身保镖第一集完结 如果这部剧只看前四集 是当之无愧的神作 后面两集各种线索展露 但是时间仓促 很多细节没有交代清楚 有些牵强 至于为什么换巴德的子弹 剧中的解释漏洞很大 我就没有说了 最后两集的叙述 填补满这么大的坑 如果时间拉长到八集或者十集 按理说 这种等级的编剧 会有一个相对严整的结局 不管怎么样 英国人黑破天的作风 还是没有变 疯传第二句要于今年上线 朱利亚最后究竟有没有死 很是令人期待 我也立个flag 为了弥补这几天的空白 我之后会疯狂更新 跟到你们怕 跟到你们哭 跟到你们对着手机心惊胆战 那些寄过来的刀片 我要一把把的还回去 我话放到这里 爱你们 留了